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离就离 我每天下班回家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脚都不沾你 你呢 我做饭你玩手机 我刷碗你玩手机 我扫地你玩手机 我辅导完还是作业了 你还在玩手机 请问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怎么了 孟如 好不能再围里来我们家玩一次 怎么还吵起来了 弟妹 不是哥说你啊 这男主外女主内 本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你先别坐 再弄俩凉菜 我要和孟如喝一会儿 看到了吧 你们快帮我确认文理 成天就因为我不做家务 成天给我吵架 你 这一点 我必须站好兄弟 你说哪个男人上了一天班了 回家还有做家务啊 这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你嫂子 可从来没有让我帮他做过什么 菜来了 怎么就这点啊 我让你煮的汤呢 还在锅里呢 那你赶紧端上来啊 兵语 你坐下吧 我去 没事妈 还是我去吧 你看看你看看 还是我哥调教的好 这样干啥干啥 汤来了 快去我下吃饭吧 让阿成去吧 忙到半天了还没吃饭呢 凭什么让我去啊 这孩子是他生的不是我生的 女人在家就是干这个的 不然我娶她过来干嘛呀 你说是不是 说的对 这我们男人呀 就不敢帮你们做家务 还是我去吧妈 没错 真正的好男人 从来都不帮女人做家务 你看吧 连我妈都赞同我 什么叫帮女人做家务 这不是你家吗 难道你不应该做吗 这 阿成 阿成 你不是帮兵玉做饭 你也要吃饭 你本来就应该动手去做 你不是帮他拖地 你也住这个家 你本来就有这个义务去打扫 还有 你更不是帮兵玉带孩子 那也是你的孩子 你本来就应该 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妈 你这属于扯歪理了啊 女人不做家务 那还叫女人吗 我们男人白天上班这么累 下班休息一下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再说 兵玉都没说什么 您在这儿过去叫什么劲儿呢 哦 兵玉下了班直奔厨房 你一下班就躺沙发 兵玉买衣服就是败家 你买烟抽就是解压 你累了 你让兵玉给你捏烟垂背 兵玉累了 你是倒床撞睡 兵玉不说什么 那是因为他知道 说了也没用 因为 你压根靠不住 那个 哥 阿姨 我突然有点事 我们就先走了 咱赶天再去啊 我扫你 哎 你们 不是 这女的嫁了谁不是 媳妇做饭生孩子呀 不用你她已经够幸福的了 也就跟着我能住个三十两厅 是啊 她真是太幸运了 当妈是折偶 保姆是妻子 上楼是育儿 手挂是婚姻 女人那是个不幸 她一个人全占完了 给她一个家 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 但夫妻不是那张结婚证 父亲也不是那张亲子的证明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有 wants 这位女人的能力 是什么 我家 我家